若望福音 若望福音第一章 在起初已有圣言 圣言与天主同在 圣言就是天主 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凡受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 在他内有生命 这生命是人的光 光在黑暗中照耀 黑暗绝不能胜过他 曾有一人由天主派遣来的 名叫若汉 这人来是为作证 为给光作证 为使众人借他而信 他不是那光 只是为给那光作证 那普照美人的真光 正在进入这世界 他已在世界上 世界原是借他造成的 但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 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 但是凡接受他的 他给他们 即给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 好称为天主的子女 他们不是由血气 也不是由肉欲 也不是由男欲 而是由天主生的 于是圣言成了血肉 寄居在我们中间 我们见了他的光荣 正如复读生者的光荣 满意恩宠和真理 若汉为他作证呼喊说 这就是我所说的 那在我以后来的 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原先我而有 从他的满盈中 我们都领受了恩宠 而且恩宠上加恩宠 因为法律是借霉色传授的 恩宠和真理 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 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 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 身为天主的 他给我们详述了 这是若汉所做的见证 当时犹太人从耶路撒冷 派遣了司机和类位人 到他那里问他说 你是谁 他明明承认 并没有否认 他明认说 我不是墨西亚 他们又问他说 那么你是谁 你是厄里亚吗 他说 我不是 你是那位先知吗 他回答说 不是 于是他们问他说 你究竟是谁 好叫我们给那派遣我们来的人一个答复 关于你自己 若汉答复他们说 我以水施洗 你们中间站着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 他在我以后来 我却当不起借他的鞋带 这些事发生于约旦河对岸的伯达尼 若汉施洗的地方 第二天 若汉见耶稣向他走来 便说 看 天主的羔羊 除免是罪者 这位就是我论他曾说过 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 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原先我而有 连我也不曾认识他 但为使他显示于以色列 为此 我来以水施洗 若汉又作证说 我看见圣神仿佛鸽子 从天降下 停在他身上 我也不曾认识他 但那派遣我来 以水施洗的给我说 你看见圣神降下 停在谁身上 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 我看见了 我便作证 他就是天主子 第二天 若汉和他的两个门徒 又在那里站着 若汉看见耶稣走过 便注视着他说 看 天主的羔羊 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 便跟随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 便问他们说 你们找什么 他们回答说 腊笔 以及师父 你住在哪里 他向他们说 你们来看看吧 他们于是去了 看了他住的地方 并且那一天就在他那里住下了 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 西满伯多路的哥哥安德雷 就是听了若汉的话 而跟随了耶稣的那两人中的一个 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满 并向他说 我们找到了墨西亚 以及基督 遂领他到耶稣跟前 耶稣注视着他说 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要叫克法 以及伯多路 第二天 耶稣愿意往加里雷亚去 遇到了斐里伯 耶稣便向他说 你跟随我吧 斐里伯是贝特塞达人 与安德雷和伯多路同成 斐里伯遇到纳塔乃尔 就向他说 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 和先知们所预报的 我们找着了 就是若瑟的儿子 出生于纳扎类的耶稣 纳塔乃尔便向他说 哼 从纳扎类还能出什么好事吗 斐里伯向他说 你来看一看吧 耶稣看见纳塔乃尔向自己走来 就指着他说 看 这确实一个以色列人 在他内毫无诡诈 纳塔乃尔给他说 你从哪里认识我呢 耶稣回答说 斐里伯叫你以前 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 我就看见了你 纳塔乃尔回答说 拉比 你是天主子 你是以色列的君王 耶稣遂说道 因为我向你说 我看见了你在无花果树下 你就信了吗 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又向他说 我实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要看见天开 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 上去下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